不看了不看了浪费时间 11号玩家被静岩长老给进了 厂商不知道谁拿着那张静岩长老的牌 哎不像啊这个二号牌二号小兄弟 就是你的那个蓝色可乐啊我觉得你真的买错地方 就是你买了一些假的怎么搞啊 你看你玩的那啥呀兄弟聊的啥呀 逻辑啥呀 哎挺难受的就是11号玩家呢 你这个自动吃静岩长老一下 哎五脑拖十一 我就算赢了我也没有一点点浪费时间啊 关键是最盘准下搞一盘的 这下搞二号这个六 那没法搞了这个六已经占边我了怎么搞 五脑跟票浪费水 好吧我就念一张三 我认为场上了三五九十一 还有三五九十一 我暂时是这么认为的好吧 没什么没什么位置啊 我觉得七九里面七比九好 一是一张 当时我认为十一是给一发的精神 一在我当时眼里是一个反水的 一在顶下聊得比较好 为什么这个验这个三啊 三是顶上第一轮发言我忘了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不管了 五是在我前最发言我就被我点了一张牌 九是我顶下听了发言七九对比之后 我认为的确七打九的逻辑也很成立 九六上票的理由我也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什么叫没听到我的发言 十一又是一个匕首式的 最后那把票都在我十的头上 可以七票呀 对吧 不代表不可以七票 所以九我也在想念吧 我也不在想 我就想念这个三 好吧 万之卫反正到之后我就交给这六去订了 交给这六 六大概率是一张枪牌 狼地骨骑也不敢到这个六 这六到时候就天天活在场上 一天抓一张 一天抓一张 为什么我认为三啊 三是一张狼牌 三起身呢 打了一个九 就像一说的一样 他那一句话 我当时说了之后 我觉得三有可能最好的 他说还把九 那这样磨擦 但他后面聊的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 他跟我说 我必须要把五六两张牌给干死 不是你在战变我十的理由 是这个六嘴里面说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上完 你的发言 你自己记不记得 六当时说的是十 冤言加冕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十在井上聊艳丝的幸福历程 说要把这个四干的 这个三重复了一遍 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不太好 我这一轮的发言 我觉得就是一张狼牌发言 你先只为井上尬聊 你说你解释了 你本来准备炸身份了 你井上第一个发言 多么好的炸身份的位置 那你就炸呀 你不是一张平民牌吗 夜里那么多 一分钟够你想怎么炸 你井上第一个发言就炸呗 炸得好不好再说了 对不对 争不争再说了 你尬聊 然后被点了之后呢 你几下跟我说 如果你的发言我认不下来 你就不炸呗我 那你就别炸呗我 没关系了 我反正底细就是这么做 我就炸这个三 好吗 十一天先出去 五九到时候你们再去听一听 我暂时先把他们排到狼坑里面去 好吗 就这样了 对 不知道我还写什么东西 是说偷十一吧 我都没听 诶 怎么还有人偷十的 三五十一头十 四四四四四四 四头几 你看省一张试票卡吧 省他妈 不是省三十九 有那个 那个钻石啊 不听不听 和尚念经 绑BGM 天黑情地 好吗 九十十 九十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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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拿警长 九十双死 九十双死 诶 我发言的 诶 但我发言了 本来想与那个石 其实我觉得十一四个狼身杂之间 能这么贫 还去这么跳 但你十一这一轮还这样 我真是没法去站这边 但我觉得九应该四个狼 因为全场我认的好像都打10个狼 然后你们认的这个预言家 10也打90个狼 9总归是个狼了吧 我觉得读9总归没毛病吧 反正我没法去挂票这个KS 我只能是7票 那KS今天倒牌了 总归是个预言家吧 30个英雄我是个女母 那6是他嘴里的枪牌 那5 9 11 那是一个1能保向吗 它是一张11的进水反水 反正组归后面有6来盘 对不对 我有坐标的 你们就告诉我9没读错 我觉得就没什么毛病了 那11你也不容易 你都这样了 你们狼队友还让你跳 我感觉啊 因为就是反正咱们全面一点看 我感觉十一在留遗言的时候 如果是个预言家出局 没有声音应该让我们看到 都没有 我感觉啊 我只能就是我现在只能当时是一个预言家玩 但是你要如果你反过来盘十一是一个预言家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验了水 如果他是验了三的话呢 像三间等于是个双锦水 如果验了我的话呢 也没法说 我觉得三号玩家上了个发言是挺不好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还要想一想 到底十是不是一个预言家 因为三拿到金水了 当时十号玩家自己也说 觉得三发言是挺有问题的 所以我还会再想一想 我当时听发言呢 是觉得我特别挂身份 十号玩家是把五排入狼坑的 听一听吧这一轮都 如果三 如果十是个真预言家 我知道自己不是狼 二号玩家 你是一张女巫 三是一个金水 四是一个金水 加银水 五六这边 这一轮要出人 估计是五号玩家你出局 五号玩家或者你能派出一张身份出来 我要觉得你就是一张身份牌 特别像挂身份 就拿不了一张名牌 之后呢 我觉得八还行 且五号玩家自己保了八 所以十二跟七里面还要再去贴 我也觉得五这个位置不太好 因为我觉得六是个好人 那五这个位置就逃不掉了 因为二是女巫 三是十发的金水 四是一张银水 对吗 金银花露水 所以五这个位置逃不掉 而且五上轮的发言 怪怪的 真的 我有点忘了 因为我穿了那个衣服 就是把我自己闷着 很不舒服 我想要给JY来点喜剧效果嘛 因为他在直播嘛 所以我就穿了那个衣服 我想听五发发言 真的 我十二的底牌是张好人牌 是张平民 因为我觉得 怂哥 怂哥 没读错 没读错 好吗 我觉得九的发言已经那个 变形到不能再变形了 好吗 读的没问题 所以大家拍拍身份就行了 对吗 正如你一号所说 拍拍身份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我十二是个平民 好吗 平民 五 你拍个身份 我十二跟你批 拍不出身份 那没办法 你出局了 那最后张狼牌七八里面 诶 这个游戏真是一类game 由我外哥带队 对吗 嗯 再加上 这张十号 不知道什么预言家牌 真的 诶 不是 一号伤匪 九次读 九号伤匪 那外之位坑位 这是一五七吗 你把五号打死 五号高之位打了七 在七号刚发外言 六号觉得七号伤好人 你把六号宅了 六号伤好人牌 保了七 五号的事业里 七号张牌已经被一张 疑似好人牌保掉了 那五号张牌有必要再把七号 从好人坑里面宅出来吗 那五七一定不共别 那你十二号伤好人牌 不用拍身份啊 就是一五九十一没坑了 就何必要拍身份呢 就拍身份这东西 我是张身份牌 我一是一张身份牌 好吧 为什么不想拍 因为这个游戏有点顾虑 唯一的有顾虑的点就是 如果你外哥把十二号宅了 咱们把十二号宅了 七号张牌我听发言过得去 因为五七里面 最多只能开一张狼牌 那最多只能开一张狼牌 把九号打死 九号打死前提下 那一十二是不是还是有坑位呢 一号发言我觉得不像张狼 是张狼牌这时候 如果十号是张预言家 或者十一号是张匪 十号张牌是张预言家 一号张牌 直接站边十号 不用再去怀疑十号张牌 有没有可能是张狼了 那么排十一号是张预言家 一号是他精神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 十一号到底验的是谁 就是你七号告诉我 他验的是一 但是比了个一比了个三 对吗 我知道他验的这个东西是预言家 但是关键我都不知道 他验的是谁 那这个游戏其实 你告诉我 你十二把六载了 还是那个 那句话嘛 今天五号 十号是张预言家 把九号他龙都卖卖了 或者是十号是张狼 把他九号狼都卖卖了 十号是张预言家 九号是张到过了 一号张牌 警惠票至少充给十 那一九只能开一张 那十二号张牌 你总等进坑位 没有坑啊 对吗 因为二女巫三金水 四金水 六认好人 七我认为好人 五七开一张 你把五号打死 五九十 一号我听好人 那你十二号一定是张狼 没有坑位了 你打任何人打不动了 那你明天 你十二号跟我八号PK嘛 对吗 就是今天五号 你总归得出 除非你外自卫 能把七号打死 就五号你但凡拍出个身份牌 十号上预言家视角里面 七号一定是张狼 我上轮听五发言 我觉得不错呀 五打的点也对呀 五也打了九了 因为我上一轮听九像个狼人 我打了 你八号这一轮用不着拍身份啊 这一轮不到你的轮策 你为什么要跳身份啊 你想找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好 这轮打五的一跟十二里面 我觉得也不好 我这轮八号我先放一轮 我这轮会在一十二里面出 五的发言在上一轮是比较强势站边 且勇于去打九打七的 我自己知道自己好人 且我踩的九号 女巫也相信我也读掉了 那五号的上一轮如果是狼人的情况下 前面的人六号又保了我七号了 他打我七干嘛呢 五号也不是焦点盘 我觉得五号发言还可以啊 他敢说出自己的这个见解 然后你八号这轮你跳什么身份 不需要跳啊 你十二号为什么要是别人跳身份 这轮不需要跳啊 你二二号女巫 三号四号金水 六号是原家认的好人牌 且他说是一次枪 六号你怎么老买枪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对自己没信心呢 六号玩家 对不对 我都是因为看着你的狼人杀长大的 我像你学了那么多的技术 我跟他们这些肤浅的人不一样 他们是他们是瞎舔 对不对 你得舔对地方啊 我歪哥是那种 就是你说我歪哥打的好 你就不出你的人嘛 对不对 我歪哥是那种听逻辑听发言 对不对 看状态的一个玩家 关键是我七号喝的是正品蓝色可乐 那跟二号肯定是 不能放在同一类去讨论的 所以这轮我大概率从一十二里面出 我听听后面人对一十二的评价 毕竟一号上票给十号了第一轮 十二号你为什么要 让人家穿衣服跳神 然后八号你就跳神了 什么意思啊 用得着跳神吗这轮 藏藏好不好吗 谁发言不好出谁吗 是行为不好出谁吗 对不对过来 这轮我听听我们六号 二号四号三号二号的意见 其实这局有点难打 因为首先我们想要找原家 其实我觉得卡斯这一盘预言家 因为现在只能认卡斯预言家 因为这盘我觉得卡斯有些 他验人的万职验到三 我不明白为什么能验到三 我没觉得三发言不好 三是一个在第一轮位一打我的人 我觉得我井上给井 因为我觉得三首先他不了解我 然后可能三呢 也没有我这么高的游戏水平 所以呢他在这个位置打我 我觉得挺正常的 所以呢三在位置 质疑我的行为 我觉得是个好人行为 因为我确实是给井下 七号发了个精神 然后我聊得挺尴尬 然后我就退了 打我我觉得还挺好的 反而是保我的人 我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我觉得三是好人 那我们再想 晚上 是酒被毒的时候 吃刀死的 那因为三是个好人 10号要是指刀 把井会扔到三脸上 没什么收益 所以我觉得那时就是远戒 那11就像一号所说的 11他 警上 包括敌人发言 都是在匕首式的 他是个真原家 他离场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直接过了 那就是他如果是个原家 就是对好人不负责 那就没办法 而且 我别的就场外就不聊了 那首先呢 你们都说我这张猎人牌 我不是这张猎人 我呢是张白痴牌 不是都要跳吗 我说白痴牌 因为我是想买猎人 没买到 所有张白痴牌 跳出身份 但是这个8 我能把猎人 我为什么能保8 我觉得 8的 他打的位置 我觉得都还挺对的 8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 那 8我想保 7这个位置打的12 我 因为12一直保 我是好人 12打赚5 我觉得是这样 原来我排的狼坑是12 然后呢 57里边可能会出一狼 这个1呢 我想放一放 因为1打11的点 都还是挺挺对的 这个3为什么一定是好人 因为11发现成内压 后置位没有人帮他补跳 所以那就按照道理来讲 3 4 2 对吗 都应该是好人 当然20一屋 40银水 30张金水 我觉得12是一狼 57里面看一狼 看看 当然是把100的情况下 我现在听不到5发言 我要 外哥说12是张狼人派 对吧 那我觉得外表下一张好人派 说实话啊 就是10这张预言家派 我到现在也没有认下来 但是 他怎么能认11吧 12一定是张狼人派 因为他发了什么言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就没有仔细听了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要拍不出身份 你今天出局 你要拍出身份 我今天跟你批 对吗 那你告诉我 他是张什么派 对吧 他只能是张狼人派 什么叫我拍出身份 那难道我是张枪牌 你一张名牌要跟我批吗 对吗 那你实话一定是张狼人派 那个 说实话是张狼人派 那我觉得你这个位置 应该不会再卖你的狼同伴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6号像一张好人派 3我没认下 好吧 3我没认下 我觉得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就是11他是说 1是张精水 他比的是3狼人派 10狼人派 还一张水 他说9狼人派 对的 他为什么能比出1精水 3狼人9狼人 他11发言是3还没发言呢好吗 我真的不太相信 好吧 我这个位置 我已经聊出了 我的心路一层 都没有把我认下来 我觉得不像 好吧 还有一点 就是我3 5 11昨天去出了 这个10 3是10发的精水派 也就是说 外智慧三张狼人派 一张都没有跟这个11去出 这个10 就全怂了 所以12一定是张狼人派了 他这个发言已经爆炸了 对吧 我相信你们听得出来 我把这个事实还原了一下 好吧 他这么说的 对吧 我也跟你们点出来了 我觉得7保 我不知道 好吧 有可能他是张狼人派 知道我是张好人派 没关系 今天先把12一张明狼派出了 明天起来再拍吧 我这个发言 以后的话 总把我扔下来了 对吧 你管我有没有身份了 对吧 我拍出身份 你跟我批 你是张什么派 你说你是张明派 不好意思 我一张鸡水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12号 他在打我的山洞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12号像个狼 昨天就单票挂他了 但是11号他是一个狼 井上梅他的狼同伴吗 你真的是硬着头 还要汗跳呀 所以我觉得 我眉头一皱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你知道吗 就可能我们天天玩这种网杀 太无聊了 大家现在都开始玩骚板子了 你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刚才听了5号的发言 5号的发言 是我一个点出来 这个10号如果自刀走了的话 这个3号是不是场上的金刚金刚金刚狼了 对吗 所以我想明天 如果我盘错了 明天来救人我一下 但我觉得 这局势没有这么简单呀 我也想出12 但我要听一下3号的发言 好吧 就小松也是真的怂 看到这个10号早排了以后 第一个发言就是 哎呀那我给10号亏了呀 他是个预演家 算了 小松还是怂 今天要不咱们先把12出了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 但他煽动我 我就很难受 我先把那个 给我制造困难的人 就是这个游戏 谁给我制造了困难 我就要出谁 这个12号让给我制造了困难 所以我要出要12号排 而且他有一句话 他说把身份跳明了 巴拉巴拉的 我觉得我不说你在找神 对吧 就歪格都不用说这些话 就可以就可以叨叨 咔咔吧 我们全干掉了 你还要去找 那可能这个6号要出12 那6是个好人 12是个狼 为什么上一轮逃了这个10 我觉得这个10这个位置 验不到我3 对吧 我3井上是站边这个10的 我觉得验不到我3 这轮总归是12先走 9一定是个狼 11里面开狼 我也有点认不下10 我觉得10这个位置 为什么能验到我3呢 有点奇怪 20个女巫 10这个营 我井上已经表明我的立场了 我去 我说这个1去站边你10 你要总归要打一打 这个5、6啊 那左边总归 可能不开狼 对吧 你们把6认一下 说60个枪 6这个位置 跳了个白痴 对吧 跳了个白痴 位置呢 那15 你们把8认一下 15712 1591112 15791112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421先走吧 对话6号 好吗 我游戏水平肯定没有你高 因为我是你的粉丝 怎么可能有你高呢 对吗 我们上这趟车也不容易 我在仔细听发言 好吗 我是你的中粉 今天12先走 好吗 那明天这个1 这1我听不出来 好吗 这个1我是真的听不出来 我这个位置让2先发言 让你四摸这位贵票 就想听一听你的1的评价 你没有去评一下这个1 因为这个1的发言我听不出来 我现在主规是个好人 我现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一张狼 哎 怎么盘 我现在一定是个好人 因为你们认得愿意嫁给我发了个精髓 别的我就不想多聊了 好吗 今天主规先出这个12 人家全在聊 看看到位 好吗 我觉得是 你们说112要开狼 那12是个狼 那剩下一张狼了 你认90个狼 11个狼 12是个狼 还有一张狼在哪里 57嘛 157 是这个道理吧 对 就有点难 因为1的发言 我是真的定义不出来 好吗 就明天你们都帮我聊聊这个1 你们全场都认识这个6是个好人 那我也把6放了 我抽6 我觉得6不是好人 你一定会开玩笑 你给你评论 愿� 我不得到 你们看 我state 我 感兴趣 我 你的 可 我 我有 你们老鼓 这盘游戏很艰辛 那我自己也投了自己的一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用我的死来让你们觉醒 这口口水告诉我他是狼人 我说这个石啊如果是个预言家 那这个狼啊都去打倒沟了 因为前志位的牌都说这个石是个预言家 石一是个狼 那然后呢我把你们排第二层逻辑 就是这个石一如果是个预言家 这个石和四就一定是捆绑两狼 四才会自刀 不是桃子姐姐你对我的仇恨值有那么高吗 我都说我是个平民了 你就不能放过我一马吗 没关系 我已经把狼锁死了 一五八 我希望六号歪哥能听我两句 因为这个这个局啊 他们狼倒沟的很彻底 就彻底到可能怎么说呢 我估计待会看完演员表 你的头发就会变直了 就不能叫小卷了 叫小石 因为他们从第一轮开始就坚决的告诉我们 这个石是个预言家 石一是个狼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游戏不需要逻辑 只需要他们站在真预言家那边 不停的去找那些左右摇摆的人去煽动就行了 那我十二是因为前面没听到发言 所以我的发言 魔灵两可 他们呢抓住这个漏洞来打我 那我也不介意 因为这个是狼人杀游戏 大家当然可以找各自的漏洞去打人 没关系 我认为这盘狼打得挺好的 一五八 一作为井下的一张狼人牌 就是一五八里边啊 我认为出两张狼人牌 我觉得一五比较像 因为八在我后之位发言打了七 也质疑了六 那没关系 那只有一五了 因为一是在井下称票给这张十的 然后五呢 觉得一个小妹妹去撑了这个十 那待会我们投票的时候就冲一冲吧 反正井辉流也没这个五 然后五呢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啪就打在了十的身上 所以你们看的票型是三五 打在了十的身上 那三已知是个精髓 那五就一定是个狼 因为五的那个态度转变啊 就特别快你知道吗 就他上一轮还在投这个十 说这个十啊不是个预言家 这一轮就说啊 我就开始质疑人生了你知道吗 就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狼人行为 对吗 可能五号玩家 你对于怎么说呢 狼杀节目看的不是很多 我希望你能多关注潘大Q 多关注潘大Q 好的 我听你的一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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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十二的遗言呢 我觉得十二像是一张 像是一张狼牌 他跟我说一五 一五结一五八 我觉得你为什么没有留意一下七号玩家投六号玩家一票 这是一个准备跟六号玩家对跳的行为啊 你眼里都没有这些了 之后你要跟六号玩家去说 你说啊六号玩家你讲怎么怎么样 那你认六是一个好人 还是六是你同伴 我觉得同伴不会这样去归 我现在稍微有一点迷 是因为我在就是善文的发言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去判断那个十跟十一 谁到底是那个真的演讲 通过遗言 我觉得十应该是 十一毕竟就是遗言没有漏两 但是的话呢 昨天呢 我觉得五的表水可以啊 我狼羹就长不够了 你知道吗 就算你十二是一张狼牌 三是那张 三是那张金水 四是金水 我觉得五表水可以 六任那张白痴牌 把八保了 我知道自己是一张好人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狼就是七吗 七九十一十二这样吗 我没有觉得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稍微有点迷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 我还是觉得五表水可以 四可能也不是那张狼牌 就是十一是那张云烟家牌 三号玩家真不好说 六号玩家跟我说 三发言好 我觉得三呢 在第一轮的发言 只有说 把九按在地上摩擦 这个发言好 但是他转过来又说七九里面 应该有狼 又不是那么的 就是坚定的去裁酒 又盘了五六里面有狼 这是我觉得三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我现在并没有完全认下来这张金属牌 三号玩家跟你们说 你们来听听一是一张什么牌 你们都告诉告诉我一能不能归 能不能投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大部分人都说了 觉得一号玩家像一个好人 那你还要来找我这个位置来扛推吗 在我的感觉里面 你现在找扛推位 这是我没有完全认下来的原因 我都跟你们说了 之后我这轮会听完七的发言再决定 因为我觉得七的就是说 虽然是第一轮七票 但是解释的还行的情况下 他投了一票认白痴牌的六 所以我这轮一定会先听七了 那我跟你七号对话 我说我是张身份牌 你总不会认我一定是张身份牌吗 对吧 这个游戏好人说谎 是因为轮次问题 因为你不定义谁一定是张什么 对吗 这个游戏挺简单的 对吗 你告诉我一件事就是 你要单拍挂六 那我先回答好在场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认为小好是好人还是狼走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十二号的视角里面忽略了七 哪怕紧亏票 所有人都他哪怕单票挂自己 那么他保了六 他的视野里能六号是张好人牌 保的情况下 七号单票挂了六 那么十二号打了五 打了我八 打了一 你觉得一五八三郎 十号是张预言家前提下 三号你觉得是精髓 四号是精髓的前提 那你十二号的视野里面 没有六跟七吗 一号聊了 我帮你重复一遍 所以我个人认为十二号是张肥走的 因为他在 你们回忆一下十二号锦夏发言 十二号锦夏第一天的发言 告诉我六号 你一定是好人 对吧 他六号一定是好人 前提下七号单票挂了六 他十二号不怀疑七 那你们要对一条白痴 那跟我没关系 就你六号说八号你懂不懂 我不懂 我懂了我上次就不会读了你 这一次我还是告诉你 我真听不懂 好吧 我水平诚实 就是我只喝了黑色可乐 等这次有机会 我去买个狼色可乐喝了 说不定我能理解你的话 那我先听一下 你七号为什么单票挂了 我七号为什么单票挂六 六号你穿我衣服啊 你八号上轮你跳什么神啊 对不对 我打你原因我是神 我是白痴 六号你是白痴吗 你不是白痴 请你把衣服脱下来 你好好做一个场上聊出来的好人 我可以接受你 你穿我白痴衣服我不能接受 即便你是我歪哥 我七号是白痴 你六 我也不是白痴 我是一张白痴牌 你六号玩家这轮好好的跟我聊 你不聊我 我这轮我就出你六号 好吧 你要是脱下衣服来 给我七号低个头 我这轮我们出八号 好吧八号聊的不好 八号上一轮就不该穿神的衣服 你就是在闽神 那六号 如果你是一张替我挡刀的牌 那么这一轮的轮次 因为昨天 刀的是二号女巫他们 那这轮的轮次 我们默认 十二号的发言一言当中 大家听出来点一五八 我觉得一五八不可能构成三狼 所以 十二号应该是一批狼走的 那九号是我第一天认的狼 十一号是汉跳的狼 这是我认为走了三狼的情况下 我们轮次是领先的 如果走两狼的话 那这一轮只要出队人 我们轮次还是领先的 对吧 剩下一张白痴一张猎人 那猎人你藏藏好 不用跳出来 好吧 我不管你六号什么行为 你上一轮可以给我挡刀 这轮你不能挡了 好吧 我是七号我是白痴 我这轮我在八里面 八出吧 我觉得可以出八 因为上一轮不该跳神的轮次 至少我不会跳 有可能打法不同 但是八号你这轮还需要我标准 我底牌压制 我是一张白痴牌 好吧 八发言过了 我听六号发言 我不是张白痴啊 但是我在想 我在想 这一是不是狼 其实我现在 就是 七我就应该是狼狼 我在想一是不是狼 因为一在这轮的发言 还在打这张三 但是十二呢 我有想 如果一是狼的话 因为十和十一里面 中规是已经 肯定是有一狼狗的 我们都说这个九是个狼 那我不知道九是不是狼 如果九不是狼 十二是个狼的话 那查上 现在有可能还有两个狼 因为十二的发言 他告诉我 一 五 八 三张狼人牌 因为十二在这个位置 他认死了九十张狼人 那十和十一里面 再出一张狼人 那就两张狼人 那十二跟我排中 还有三张狼人牌 所以十二打的位置 是一五八 因为八我听不出来了 八应该像张白痴牌 呃 他连猎人都当不了 我觉得八应该像张白痴 我就跳个白痴 我上来问你 八你能不能懂 那你说你没懂 那果然你抽的是 黑色的可乐 七 跳个白痴 因为如果一是好人的话 其实这一局 狼人已经输了 因为下一轮 白痴一定会吃刀 呃 而且 而且 而且天狼这个板子 应该是白痴还要追刀的 那 因为五我觉得是好人 就是三四五都是好人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一有可能是狼 因为一在这个位置 他还去 就是这个这个时候一定要 歪哥 这个位置已经 我觉得按照一的位置 八能做成白痴 你别逗我 你有你歪哥的水平 一这个位置 还有三有没有可能是狼人 三一定应该是好人 因为你这个游戏 我们肯定先找原家嘛 对吧 那原家 十和十一里面 我们认十是原家 那三一定是金水啊 而且这么想 如果十一它是一张狼人牌 三是十一的同伴 那在警上的时候 十一 三这个位置可以不跳的 这都不管十一了嘛 所以我觉得一我现在保留 我觉得如果有一狼就是七 两狼的话就是一七两狼 我六一定是长好人牌 今天先把七出了吧 出了的记录不结束 那就是这张一了 因为一我觉得他打三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我觉得你没有任何道理去打这张三 这张三的发言 我觉得上一轮也还可以 那首先你这不是12是狼 白哥拿个好人牌 赶在第一天 在白天出一张 你听后面没有人认 白痴 我不信 是否一个好人 你六号赶出我七号白痴牌 肯定是狼了 如果九二是个好人的话 这有可能长两狼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先把七出了吧 这死宝八 应该是得让白痴 要是九不是 九是好人走的六八双狼 认八白痴嘛 先把一出了呀 对吧 让他们去刀嘛 明天再出七也来得及啊 是吗 我觉得七确实不像白痴 为什么 因为 他是这样发言的 他说 你六 如果你上一轮是为我挡刀 但是这一轮的话 你再穿我衣服 那你是张狼人牌 我要处理 对吧 那你觉得他是挡刀的话 你昨天为什么要告诉狼人 你是张白痴牌呢 就挂票给六呢 对吧 那你可以弃票或者是 你觉得他像一张狼人牌 你觉得他像挡刀的 不是你觉得像他像挡刀的话 他如果是挡刀的 你完全可以不用挂六 对吗 这不就在告诉狼人 你是张白痴牌吗 先后有顺序 我需要证明我自己是白痴牌 这个行为 我怕六是狼啊 对吗 那我先投一个一票六 上一轮也轮不着刀我七吧 刀我七是不是告诉大家六是假的 信我七了 狼人也不傻吧 那狼只有一七了 对吗 那总归一张白痴牌在 一张枪牌在 对吗 初一是最稳的呀 那万一七确实是张白痴牌呢 狼人可以追刀 哦不是白痴可以追刀 对吗 还要砍一刀白痴 我不知道吧 你不能让六轮轮穿衣服穿到最后 我我拿不回我衣服了对吧 是狼的呢 如果你八是张白痴牌 昨天这个七挂票了六 这个七明天明显是要跳白痴了 然后你这个八也没有跳身份 我觉得有可能七十张白痴牌 那七十张白痴牌的那 那就会一就是最后一张狼人牌了 对吗 把我认下来了以后不就好打了吗 对吧 二三四五都是好人牌 那把你六轮下来了 我把八轮下来了 只有一期了 那注意最稳的对吧 先把一出了吧 好吧 对吧 这个六这个七号我觉得他杀心不重啊 你说这个七号他昨天都单票挂这个六号了 你提他要是个狼人牌 今天跳白痴是不是要打死这个 六了 他又没打死这个六了 他又没打死这个六 说你这个六把衣服脱下来 你要是为我挡到你把衣服脱下来 然后这个六的发言呢 要打死这个七 他甚至给这个没有没有发过言 就是没有认白痴的这张八号牌 去穿一张白痴的衣服 那你说六七里面谁杀心中啊 是这个六号牌杀心中啊 你再怎么着 你也不能说假设八号是一个白痴牌 你要出七号对吗 我觉得你假设七号 你假设八号是白痴要出七号的这个逻辑 不对 你因为六号的发言中反复的提到 就是八号可能是一张白痴牌 但我认为八号可能不是那张白痴牌 因为八号如果是白痴牌他自己都分析了 首先八号的发言是他第一个聊起来票型的 就说十二号的遗言里面都没有聊七 单票非一票六 也不是说这个七是不是要跳什么 就是在我觉得八号的视角里 并对这个七号头六 不认为七号会跳一张白痴牌 所以他对七号牌并没有敌意 让我觉得七号牌可能是一张真白痴牌 但是我觉得六号牌 七号给六号对话的是 你六号把衣服脱下来 我还能认你一张好人牌 那六号是宁愿给八号装一张白痴的衣服 要去出这个七号的 不懂呀 我其实我玩这个网纱 很少玩这个玉女裂白的板子的 我不知道如果说白痴出局 老人是否还要追一刀 因为在我们正常玩的板子里面 如果猎人死完的话 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我不会偷七 不太想偷七 但是六号我前两轮都认他是好人的 我听下三号发言吧 但我觉得六号你都脱了白痴衣服了 七号在我视角里面是有可能做得成白痴的 但八号牌不像一张白痴牌的原因 我说过了 我说八号牌他如果是张白痴牌 他一定会对七号单票 二十六号一票 提前就打这个七了 不结束的话 就是为了这个七号 结束了 就是我外哥保错人了 那我外哥会保错人吗 所以肯定八六双狼啊 我想明白了 先出八后出六 对对对 我声音都哑了我困了 我去三号指挥指 听三号发言 先让三号站在对边啊 首先你们定义十二 到底是不是一张狼人走的 对吗 还是那个问题 十二是一张狼 我觉得九一定是个狼 对吗 九十十一十二出三张狼人牌 我三不用至于我三了 你一一这个位 八做不成神 八这轮还还能还能怂吗 八要是神还能怂吗 那一定是狼 所以我去自一的你一 全场没人去聊你这个一 八做不成猎人真的 我觉得你一是个盲点 猎人会怂吗 我上轮就踩他八 这能他给我认怂 他还想听我发言 他是猎人 不可能的 单票挂六 七这个位置一定会跳白痴 八一定跳出来拍他 八前有一句话说 我说我自己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我就一定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所以八一定不是那张白痴 对吗 就你们全场把这个八 如果是把这个八扔下来 最后一狼在一六 因为这个八把五扔了 七把五扔了 你四也把五扔了 对吗 五总归是个好人牌 那最后一狼一定在一六里面开 七总归是那个白痴 八是个白痴一定跳了 对吗 因为八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自己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我就一定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那怎么是一六还是六八呢 八肯定是做不成猎人的 他会不会是个名呢 就一六里面出吧 好吧 哎 总归是 总归这个游戏 一六我先出六 一是第一轮上票的 一张狼藏上最后一狼 你们都把八人一下 把五八两张牌摘开 你四十个精髓 我三十个精髓 七十个白痴 八十个精髓 一六 二十个女巫 二十个女巫 这个八 哎 今天先把这个一出了吧 好吧 就这个七十个白痴 八十个白痴明天一定跳了 对吗 因为八说的那句话说 我说我自己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我一定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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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有人会投6,有人会投1 但是16的话 6要出我还是投6吧,6的概率高一点 我要投66 17投给6 3456投给1 8投给7 8是想明天穿我衣服是吧 因为1发言 都是啥,8号玩家就投了7一票 我肯定不是一张狼牌 我在想 因为3号玩家你发言吧 都像就是后面的发言都像一个好人 但是你说了一句话特别奇怪 你认呢 910 11 12里面走了3了 你说我出局明天6排队 那你的轮次还是不对 为什么我出局 那你当我是一个好人归的呗 就是1号玩家你是一个好人 你先出局下一轮6排队还是什么呀 这样投票请你拿68 双狼了 但68双狼的话 归票1 8为什么 为什么不投1呢 8号玩家你这个时候去投7是很奇怪的 我在我这的发言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们了 说那个7号玩家是投了6 所以我这时候要去听7的发言 你在那个位置上 8号投1就可以了 8号投我7干什么 那只能说6是好人 8是狼人 18是双狼 只能是18是双狼 对吧 如果68双狼的话 8会投1 不会投我7的 我觉得6像一张狼牌吧 这种投票 说要去归7 来投的5 我听到4是一个好人 3就最后那个发言那句 是没牌了的 8第一轮是牌了的 哎68双狼为什么8不投1呢 对吧 讲道理 68双狼 8应该投1 会好一点吧 如果是 68双狼 剩5个人 好像输了 3 他应该是好人吧 我再看一下今天晚上谁倒牌 6倒了 不能是68双狼 18双狼啊 没错吧 为什么不跳呢 我的原话后面有一句 我说你7号跳白痴吗 我说你7号跳白痴吗 我说你7号跳白痴 你跟6号刚去 就因为在我睡里没必要跳 因为7号张牌 我看到他当票挂6了 因为我的身份牌 我知道我自己底牌上白痴 为什么不跳 因为6号在我事业里面 他跟我对话有一句 我说8号你懂 那我说我8号听不懂 我说我跟6号对话 就是可能我配置太低 好吧 就是我的发言不够好 那7号你总归得走了 就你这张牌 你没的身份上了 我底牌是张白痴 6号张牌也不是张枪 哪怕你们 但是关键上我在想 你刀6有什么用呢 6号是张也崩了你去 对吧 我的底牌 当时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我的原话是 跟你们说上抱歉 可能我的可能 个人理解程度太低 我说我8号听不懂 我说你7号跳白痴吗 你跳白痴你跟6号刚去 我看到你当票挂6了 我不想跳 因为我觉得6号可以把你7号弄走 好吧 所以我个人失误 但是你7号跳到白痴去 强干6 我底牌是让白痴 那你刀了6 你也没办法 你要除了我 你们狼刀也不够 好吧 那7号你得走了 你跳枪 那也有枪开杠你 因为没有位置了 两狼 如果是剩5个人 如果是两神 就是8号是我这边认的铁狼牌 我上一轮就在考虑 如果是68双狼 为什么8号不去投1号 因为如果是68双狼 8号应该投1号 然后68冲票 剩两狼 狼队是优势比较大的 那就是18是双狼才可以 我上一轮跳的时候 8号你是一张白痴牌 我7号投票 投给6号 你知道我要跳白痴了 你的解说方法是 我想看你跟6号刚一下 6号1不是金水 你8号自己看清自己是白痴牌 你不跳 让我7去刚6号 6又不是金水 我自己底牌是白痴牌 我敢跳 你现在这一轮跳 你来不及了 8应该是18双狼当中的最后一狼 我就在想为什么8去投1 8去投我7 不去投1 因为1是他狼队友 他才会这样的 6在夜里吃刀了 345 谁是猎人你藏好 剩两神两名一狼 出了8 就假设 假设 假设 按照 就是两个逻辑吧 就7 8 应该是PK生义狼 3是金水 5是 哦 不对 5是位置身份 对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重盘一下 我忘了忘了 我以为345都是好人了 那只有345两个铁好人 我自己是白痴牌 如果5能跳个猎人 且34不拍你 是不是出8再出7是 哦不行 5不能跳猎人 嗯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怎么打是最稳妥的 首先我这一票一定挂在8号上 因为从上一轮开始 我就已经 呃我开始认6814是双狼 我上一轮要出8 是因为我觉得8是一张狼人牌 他是想穿神的衣服 但他绝对做不成猎人牌 如果是猎人牌 他上一轮是不会跟我低头的 如果是如果他上一轮不低头 比较强硬 我一定不会拍他这张8号牌 且他上一轮的投票 投的是我7 所以他一定是最后一张狼人牌 或最后两张狼人牌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那6倒在夜里 本来盘68有没有可能是双狼 然后6倒在夜里 那应该18是双狼 1投对了 所以8觉得投1不行 投我7 来跟我争第二天的PK轮次 然后去赌一刀刀猎人 他如果把我7出在白天 他去赌一刀刀猎人 但是345请不要跳猎人 用你们的逻辑来分析7跟8 呃如果出错一轮 如果出错一轮 如果出错一轮 猎人藏好 呃至少胜率还是我们大的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听我发言 我第一天虽然7票了 但我第二天呃 踩的我是第一个踩9的 我也轻踩了一脚8 呃8号第一天的发言是 我跟上一轮不一样了 我这一轮的呃逻辑 虽然跟上 发言跟上流下 但是我状态不一样了 8号第一天站边的时候就很怪 这是第一天他干的事情 然后后面他又想穿神的衣服 然后被轮次时间不够了 我就说这个意思 你们仔细回一下7号8号的事情 很奇怪好吧 那三四里面要出狼了呀 对吧 三四里面不出狼七八在演什么呀 枪牌在 十如果是张一元家牌 枪牌在 两张名牌 七八里面最后一张狼人牌 那十一定是张狼人牌了呀 不你们在演什么呀 对吗 七八里面只能出一张狼人牌 我五十张名牌 你们在演什么 不用演了呀 不用跳枪了呢 七八里面只能出一张狼人牌了 十如果是张一元家牌 七八里面只能出一张狼人牌 他怎么推出都输 就算把白痴推出去了 他也是输 白痴推出去了 他得砍 砍了以后他还是要出 他必输 三四里面出了问题了呀 也对呀 十一定是张狼人牌 因为七八里发言听过以后 不能是一张狼人牌 那我发言这么费劲干嘛 一定不能是一张狼人牌了 这个往下的规矩 跟我们平时 我们平时玩的韵律的白痴 不不十二号 不去这个白痴不用补刀的 对吗 所以我玩的不太一样 三十十二 明白了 八 八不像啊 八我觉得像一张好人牌 锦上的时候我就想把它扔下来 我觉得八锦上发言可以 我认你四好人好吧 你想想看 就你想想看啊 七八里面 如果十四张预言家牌 三精髓四精髓五十张好人牌 七八里面只有一张狼人牌了 他不管怎么推 他都是输的 那我就不用这么翻了 这七八出哪个都可以啊 就翻就可以了 三七十十二 四 不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不是 推对人了 把狼推出去了呢 局势打到这个局面 你的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那 我 就你干嘛要认平民呢 你认平民 你别怕 我觉得今天是七八的轮次 就看看 我觉得五号牌 确实是能放下了 因为五号牌呢 它是一张狼人牌 我认为他不会现在 还要打三四里面 不会打三四里面的人 这把为什么玩的这么难受呢 就是因为他妈的有一个十一号聋哑人 啊对 搞的这一局狼拳去勾了 找不到狼怎么办呢 比 对比一下 谁像狼那我们就出谁嘛 这还能怎么玩呀 只能不能再去想十号是一个狼了 真的啊 就十一号他 十号是个狼 就送他赢了 就十一号还能是个真一冤家 我第二天想去盘 但我今天不想去盘 是因为我觉得 七号 七号像个狼 因为七号 因为六号中刀了 就在七号这个位置 他刀六号的逻辑应该是 你六号脱了衣服还要干我出局 就你不认白痴还要干我出局 他可能是躲刀 那六号中刀了 那只能信了六去出七了 我是这么想的 七号可能觉得六号脱了 就算脱了衣服 他也有可能是一张白痴派 按道理来说 按夺记来说的话 六号脱了衣服 不会再去打七 我昨天不想票七的原因是因为 八号在那个位置 七票都单票挂六了 这个八号没去打七 所以我觉得六 想给八号穿白痴的衣服 去打这个七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我不敢投这个七 我也不敢动这个六 但是六吃刀了的话 我觉得七可能是个狼 嗯 两狼吗 就初期游戏不结束再说吧 我也盘不过来了 因为我根本 因为狼全在倒沟 我根本就不知道 谁出局是狼人走的 就除了这个十一号 是被我们第一天 推出去的这个张牌 之外的每一张牌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走 因为他们都在倒沟 我怎么去找吧 好吧 哎呦过了 出气吧我觉得 就这个一是疼痛是吧 嗯 怎么说呢 因为在我的视角 我是个病人视角 我不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是个狼 我觉得你这盘的发言状态 跟上盘的发言状态不一样 好吗 所以我不确定 你到底是不是最后哪张狼人排 所以我说出了这样话 我说一先走六排 对 六倒在夜里一定是一张好人排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跟七八的免人能力有关系了 对吗 因为七八那个位置一定会觉得六是个白痴 或者七觉得六是个白痴 给八穿衣服 然后想躲到去去把六看了 认为六可能是个白痴 但是八又挂了七的票说不通 总归这个五应该是个好人了吧 对吗 这个五咱们也玩过几把是吧 你这么晕的话 这么坐坐 不能说这么晕 还能是一张狼人排 我是武器好吗 今天先把这个气出了 你是个白痴 还能扛你刀 无所谓的 总归只剩下最后一狼 我三十个精髓 四十个精髓 我把这个五扔下 最后一狼一定开在七八里面 对吗 今天先把这个气飞了 虽然没干飞过少王主 第一次 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觉得也是个成就 好 你是个白痴 那就翻牌 明天把八飞了 这个轮次 无论怎么打都赢 一定是两生两名在场 是这个道理 对吗 就没什么可聊了 我这个位置八五保了 四十个精髓 我三十个精髓 没位置了 好吗 就一定是七八 随便出 我觉得最后一狼 你也可以叫到了 没什么科研的 对吗 不 这个位置还是个狼 我觉得他太做作了 好吗 今天出这个七 七如果是个白痴 你就翻牌 明天把八归了 我不用再想我三 到底是不是个狼了 我三一定不是个狼 我三十个狼 不可能发出来这种言 好吗 就今天出这个七 我想信八一把 先把少帮主给干了 今天出这个七 诶 这个话你少帮主啊 你真的是个白痴牌的话 你翻牌 轮次也一定够 对吗 我不知道七八到底谁是白痴 我觉得你七不像那个白痴 所以我这个位置 还剩了两狼 好像输了 那我们输了 打猫 11号复发炎的 我操 我都这么牛逼了 我都站起来 把白痴的衣服我都先穿起来了 兄弟没办法呀 我也很难过呀 我操 这怎么打嘛 起手先落后两个轮次 九号还吃了毒 九号的发炎 我也是很尴尬 前三轮前两轮出了三个狼 我起身拿起来 明好 白六号不是白痴 明好了他的身份 我骑着他干 但是六号小完蛋还要怼我 我也很难受啊 兄弟 我觉得那轮我把 我把 我能干出去八的 把八干出去 我就赢了 不信你就有机会赢吧 就是有机会赢 但是 我 确实不知道 因为没玩过天狼的这个 玉米雷白板子 就玩了三把 确实我不知道白痴翻牌 还要不追一刀的 因为我们平时线下 线下 狼人是烈士的 所以白痴不用追刀 就是狼人本来就挺难玩的 所以线下高水平的对抗 他们是白痴不追刀的 所以我按照 把白痴推掉以后去赌一刀猎人 为什么刀 JY很明确 就是 首先 JY一次猎人我先不管 因为JY上一轮 在这种情况下 我都穿了白痴他要出我 我不想让他下一轮去改变我 我去跟八号PK的这个格局 如果把八号扛推在白天 我认为在不追刀的情况下 我还是幸福三选一 还是比较高的概率可以获胜的 我把JY留在场上 我觉得我后面 因为发言上面一定是我的JY前的发言 所以是很尴尬的 你知道吧 就 就不想让JY在我后面掰我的话 因为他上一轮就要打我出去 我剩一狼的情况下 我只能这么打了 JY是不是猎人我都干他 他是猎人开枪带我 那也没办法 他不是猎人 我至少下一轮 我跟八PK我觉得我有信心 因为我先这位起跳的白痴 他没认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这是我上一把的想法 但是他们一说白痴要追刀 我就尴尬了 第一轮起手落后太多了 第一轮11号直接送了 你这什么发言啊 我 我也很难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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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准备发言的时候稍微准备的差了一点 主要是我夜里得演 我不能我刀人我偷偷摁你知道吗 我压力大 我怕被你们看出来 你们狗吧天天盯着我 我一低头你们马上就说我是狼 我得演 我就盲人盲人刀塔 盲人刀塔 Best的刀塔 我就盲人点刀 很难受的好吗 剩我一个狼还都 全直播间的水友都看着我 我盲人点刀好吗 都是你们的锅 你们背不背 刷一波小礼物 心疼一波我销 一个人打11个 EV11心不心疼我销 第十九 equity 因为十一啊 谢谢水友的竹子 谢谢320的12组666 感谢水友的100竹子 感谢感谢 送我这是为了狗了 不如送我 再者说 送JY跟送我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送我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呢 我是非常感谢水友们的支持 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特别喜欢玩狼人杀 就是因为你们天天给我刷礼物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吧 就像我爱喝蓝色可乐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送给JY和送给我 没什么区别 JY也得送给我 对不对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送给我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 尤其佛跳墙龙虾这种东西 以后多多益善 多益善 11号是谁啊 我的哥 真的以后不跟他玩了 这大哥 当好人坏人都是坑队友啊 我觉得 感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 就因为你们的爱 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哎呦 真的喜欢 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我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